就是没有一丝毫的欠缺 你的德行圆满 你的才艺圆满 你的佛报也是圆满的 没有一样不圆满 这叫成佛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过这种苦难的日子呢 佛讲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争取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本有的大圆满 是被妄想执着障碍住了 这个大圆满并没有射掉 只是有障碍而已 佛讲这句话是省留 当中还有 妄想分别执着 受了一个前一个后 当中省留掉了 那么我们从这一句开始 就能体会到 设法界一阵庄严怎么来的 就从这些障碍而来的 因为有妄想 妄想就是无明 就是不觉 所以才有 一阵法界里面 四十亿位发生大死 这四十亿个位刺 从这个施柱 施行 施回向 施地 等觉 这个位刺从哪来的 是从无明 妄想里面 变现出来的 设法界从哪里来的 设法界是从 不平等的 里面变现出来的 也就是 从分别变出来的 你对宇宙人生 对人 对死 对无 起因念 分别心 就变成是法界了 就有 声闻 研究 菩萨 佛 有这些现象 如果再有执着呢 那就六道出现 欲试 严重的执着 那是三窝道 最下面的 不是好事情 经厌固的执着 严重的执着 是地狱界 我们怎样 把这些 假象 幻象 接触 恢复到 本来 念慕呢 没有别 把妄想 分别执着 放下 把妄想 分别执着 写起 你不但 超越六道 而且 超越 是法界 你就 就住 如来 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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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